大家好,我是TOM,回到玩死亡愛麗 在入遊戲之前,講一下他的活動 在香港G3日本動畫博覽2019 他有參展的,我們帶大家去看看他的檔口 首先他的檔口就是這樣的 前面有一條隊,可以玩一個遊戲 贏了遊戲之後,會有拘捕或實體禮物 參加這個歐洲非洲單抽考驗大對決 每位玩家就有一次單抽的機會 中了SS的武器就會獲得不基本一本 如果S就會獲得武器書 凡參加者都會有一個 兜器碗帶 有一個 還有一個造型的L甲 之後加入以下的網址就可以換一個虛寶 換完之後就記得去到右上邊的寶箱 有香港C3AFA的虛寶 然後拿回他的道具 有蛇之血 有銀的粗布袋 強化石板 有強化之盾 還有強化之劍 然後繼續走進去 進去裡面有三個人形的納牌 看到有幾位角色 之後還有一些 會圖 畫回人物的設計 以及武器的設計 我都去排隊 玩這個單抽大考驗 也成功抽到SS 排了兩次 第二次都抽到SS的武器 會有不基本 現在開箱給大家看看 首先 書面 書皮 蠻漂亮的 又印上 死亡愛麗絲的字 表面的圖案 都非常漂亮 口度非常厚 有兩隻手指 打開 是比較黃的紫質 好像很有舊書的感覺 而且那些皮都蠻漂亮 不錯 非常等本的禮物 值得一讚 好 回到遊戲裡面 在Facebook裡面 說了 即將會推出的新故事 現實篇 回到故事 在左下角 就是現實篇 等幾天 即將開放 也有大競技場 即將都會完結的余選賽 我們的排名都在第九名 很危險 他要第十名以內 才開始 入得正式賽 所以 今晚 看看會打成怎樣 如果打輸的話 有 很大機會 就跌出了這個排名 打不到正式賽 報酬方面 他們就會有這個大徽章 還有這個魅力的徽章 魔精石 所以 總排名都很重要 如果入到正式賽更好 今天有更多的獎勵 今集來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